今天是凌晨5時 繼續和大家介紹 11月11日的沙田日馬賽事 經過我剛才再花點心機時間 因為我睡不著 今天有點興奮 因為多了幾個朋友訂閱我的頻道 有份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我很多謝你們 肯訂閱我的頻道 令我更加有心機去為大家選馬 選馬出來和大家交流一下 謝謝 現在說回正題 因為我不想阻礙大家這麼多時間 第三場賽事是四班千六 四班千六這場馬有機會的馬 也有很多 這場馬也有一個特點 很多馬房 例如文家良馬房 蘇寶朗馬房 都推出兩隻的 選馬也有點難度 因為哪隻正哪隻褲 他們怎樣去出擊 也是一個很難選的情況 但我有一隻馬 我十分之喜歡 也是曾經季初已經中了 上季也中了 就是賀賢馬房的 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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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馬 之前好像不夠四班跑 只有五班贏 其實我覺得這隻八歲老馬 保養得長期很勇銳 賀賢這隻馬 我覺得 因為他有一次在沙圈的時候 我看到他非常緊張那隻馬 我就買了一單磅 他真的就 磅了回來 我覺得這隻馬 在他心目中 應該是屬於一些 提款機的馬 只要他有 看清楚形勢 一出擊的 應該都是得手的那種 那 剛才下到這隻馬 我覺得 跑回這個千六米 就是合適的 用潘明輝 也不是一個差的配搭 潘明輝的更加有錢分 你如果放一個田坦安 可能更加沒有錢分 那我認為有錢分 有直播率 不如拿去做膽吧 其他還有一隻馬 又是我上次已經跟進了 就是蘇寶羅馬房的年利進寶 今天用巴道 撿過十三檔 年利進寶這隻馬 一直都是泥地好少少的 這隻年利進寶 這次仍然跑草地 不等泥地出擊 究竟是想再試一隻馬 還是怎樣 總之上次他突然間 由後上的馬 就改變了跑法 已經是有一些 試馬的味道 他上次是菊草 我記得那次 他就 頭那隻 我就中了 苗里德馬房那隻 我就單棍拖年利進寶 他就不知跑過 第六、第七回來 其實他這樣突然間 放在前面走 接著四、五位 比之前 就放在十二位 十一位 跟前了很多 放在四、五位 跑的時候 剛剛那一隻馬 經常搞亂大局 我一看到這隻馬 我就很頭痛 那隻叫做領航大師 本來年利進寶 跑下去 跑得挺舒服的 但是那隻領航大師 中段又加速踩油 就拍著那隻 連利進寶一起走 搞到那隻 連利進寶 都不知進退失據 回來 最後那段就斷了 但也輸不遠 比我感覺上這隻馬 已經是否在蘇寶羅心中 改變跑法師 仍然都不等草地出擊 現在他擺了局 他又次選 正選 他又用回梁家俊的天意 天意這幾場 都是跑四、四、五、六、六、七、七 我覺得如果我自己喜歡選擇的馬 我就會選擇連利進寶 因為這隻馬 我覺得是實力 亦還未見盡 應該不是可以跑泥地的馬 連利蜜 那些都是支持蘇寶羅的 他都應該要扭盡六人 去考慮這隻馬 變成我這場第三場的心水選擇 就是津津樂道 和連利進寶 我相信我這場馬 會買單棍 亦有可能拿來過關的 跟剛才那些場次 就不敢肯定拿不拿來過關 即是不太信心 但這場的信心 我覺得只要害然馬防 有些拼殺跡象的話 這隻津津樂道 是絕對可以跟進的馬 只要他食指一動的話 就 PACE 是 跑千六米 他是不難做得到的 因為他那段衝刺力 他贏那場都很奇怪 由左又成 有些阻礙 都會贏到回來 這隻馬 其實 雖然是老馬 還是有一點好處 連利進寶 博他質身進步 連利是支持蘇波羅 希望蘇波羅 蘇波羅明天也有幾隻馬 我都挺喜歡的 希望他克服到十三檔 用過巴道 應該我會買單棍 至於要提防的馬 也有很多 我選了兩至三隻要提防的馬 文家良一隊 開懷大笑 上次已經交出一段很凌厲的衝勢 外檔衝上來 但這次有一個挑剔他的地方 為什麼我不選擇他 不選擇他做單棍的選擇 就是因為他加情 這個是未知之數 上次衝得厲害 又不等於加長一點 一定是更加厲害 數量未必是這樣算的 兩隻馬都沒有打王牌 文家良 還有一隻架器 架器這些馬 通常都是屬於神經質 一定要跑對形勢才可以 這次用炒飯歌 我又不膽小看他 究竟文家良馬房 這兩隻馬 我列入了觀察名單 要提防的馬 還有一隻要提防的 就是海旋星光 海旋星光這隻馬 也保養得十分之好 用過田泰鞍 變成輕綁田泰鞍 我覺得他要跑位置 也不是很難的事 所以就列入了觀察 體能場馬房動態 而決定 但是海旋星光 應該威脅不了 海旋星光 我覺得就是 在我心目中 就威脅不了我選擇 我選擇 單棍 尊尊樂道 踏連尼進寶 連尼進寶 應該還是有些錢分 我相信他臨場 也會下飛 這隻馬 尊尊樂道 看看賀賢 明天後日會不會出擊 如果他之前的馬 跑得比較接近一點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踏連尼進寶 至於提防馬 這次比較多 因為這場馬 真的 有機會的馬 也有很多 隨便有街運起 開懷大笑 架起 天意 神父奇妓 海旋星光 怪獸都市 這麼多隻 要選擇 我覺得要提防的馬 可能是有些質素的 開懷大笑 和這隻 海旋星光 架起 這些 如果跑得正好形勢 明天架子系 也會出很多馬 通常都是雜域一起出的 看看到時 他們 這些馬 或者文家良馬房 有沒有馬博 因為文家良明天也有幾隻 初出馬 他一出手 通常都是一堆馬一起去的 到時要結合跑道形勢 但這些提防馬 就應該 在我自己的 心目中 未必會 搶到我心目中位置的 樽樽樂道和年利進步 所以我多數這場馬 就是會買單棍 樽樽樂道 搭年利進步 至於那幾隻提防的馬 就是到臨場看到 如果有賠率 有吸引 即是有賠率 或者有些落飛 有些收影 才會再跟進 再補多一條現場 好了 不足夠時間了 多謝曾經有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我很多謝你們鼓勵我 希望我選的馬 可以交到水準出來 希望過到一兩次關給大家 大家都開開心心 好了 現在都晚了 現在都五點多了 跟大家分析到這裏 看看明天會不會再有些什麼馬 再研究一下他們的配搭 如果有的時候 明天可能會再選多一點片 或者選一些 古古怪怪的調動馬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好了 多謝大家 多謝曾經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多謝 多謝 真的多謝 好了 星期六大家都多贏 多謝 拜拜